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肖三少这怎么骑个马就进来了 像什么话呀 肖北辰 你放我心安全 肖北辰 你放我心安全 别挣扎 掉下去可就不好了 你真要我呀 你又再有 我也有你了啊 走走走 放花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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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儿 来 那边放灯了 去看看 来 这儿有一个 第一次放灯吗 我听说孔明当许愿特别灵验的 你这心有灵犀呀 要真灵验呢 我看还得说那一份执念 你有什么心愿 我啊 我啊 我当然是希望 能够找任何父亲团聚 你呢 哦 康婷 我 我 你呢 我 我当然希望 我们放这孔明灯 能飞得很高 我希望娘在天有灵 能够看到她 有一天 他会依我为药 数三二一 三 二 一 借满天行河 谁记得一颗流星转瞬而过 谁害怕心痛 否认心痛 人孤独涂抹彼此的爆和色 谁会甘愿蹉跎这样擦肩而过 也要做一颗流星给你温热 我在天空华虫 你侧阴的轮廓 让我再明亮一次照耀星河 至少一次飞舞 不会再坎坷 用我一生守候一个 这承诺 三哥 我很感谢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 我一直把你当成亲人一样 跟血脉至今没有区别 所以你喜欢别人 感情要的是两情相约 李杭靖 我告诉你 我肖北辰在整个北线 想得到什么东西 还真就没有得不到的 我不是一件热人摆布的东西 我有权做自己的选择 谁也勉强不了 勉强不了是吗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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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北辰 你到底在干什么 飘零的夜 遮住你眼睛 雨落窗台 留下的痕迹 风悄然的泛起 乘风的消极 墨色的梦 遥不可及 再不需要眼底的脑 你要再有 我也有你了 但至少我永远 我告诉你 我对你的耐心已经令尽了 这周末 跟我一块去迷月了 我不去 过生的我选择 林航景 你疯了吧你 我林航景 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 就看不起你 一滴的伤 怎么开出绚烂 记忆荒芒 浅没了过往我的盘 将心埋葬在深渊万丈 将心埋葬在深渊万丈 现在有请新人宣读《结婚誓言》 我小北辰 愿意娶林航景为我的妻子 我林航景 愿意让萧北辰成为我的丈夫 从今天开始 你们是否愿意互相拥有 相互扶持 无论是好是坏 富裕或贫穷 疾病还是健康 都彼此相爱 直到死亡才能将你们分开 我愿意 我愿意 好 现在有请新郎新娘交换结婚戒指 终究有一天 会让你真真正正地爱上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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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害怕了 牵了我的手 我不怕 喂 你看你在我身邊 煩腾得跟只小兔子一樣 我還能睡得著嗎 喝個不辣 喝個 喝個沿著 喝個澡 喝個酒 喝喝個 beer 喝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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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都耐营不忙吗 怎么有空过来 想我老婆了 怎么 不行吗 你少没正型了 这是学校 好多学生看着呢 怎么了 我心疼我老婆 想了一天课 谢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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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飘零的夜遮住你眼睛 雨落窗台留下的痕迹 风悄然的泛起 尘封的消极 尘封的消极 但至少我曾经拥有过 笑容像一首歌 沉醉了你你我 孤身的我选择坠落 我笑的爱在里头重生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好不好 怎么开出雪来 因为你 我才意识到过去活得有多荒唐 我默默的爱 将心疼在深渊 将心疼在深渊 晚着我 才能让我在战场上活下来 明白了生命的意义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只要你肯一直待在我的身边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三哥 我跟乔江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说什么我都信 一滴的伤 怎么开出雪来 记忆荒芒 剪磨了过往我的盘 将心埋葬在深渊 万丈 将心埋葬在深渊 万丈 万丈 一个人屋里待着 会不会太无聊啊 不会 平时啊我也没机会看你在军中的样子 怎么样 我就是威风了 君草 今天替我在军中转足了军委 给你个小奖励 什么呀 来 坐 你最爱吃的桂花糖 好 谢谢 我帮你打开 甜吗 嗯 咱们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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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我回来了 来 都说 明花千国 两相欢 照我说呀 这后半句 应该是 明珠行景 两相宜 又胡说 不给你闹了 令行景 我今天才知道 什么叫做 揭发为夫妻 生死两相随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 我每天都在想你 想到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那天传来你失踪的消息 那种恐惧 让我清楚地明白 原来我是这么在意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也许是 你到监狱里来看我 从法庭上救了我 也许是 你为了救我爹爱鞭子 关金瓶 我受伤了 你细心地给我裁药 我生病 你不眠不休地照顾 每次我需要的时候 你永远都在 你知不知道 我等你这句话 等了多久 小北辰 我愿意永远在你身边 不离不弃 我愿意永远在你身边 好端端的 干吗突然送我胭脂啊 我听小蓉说 你给伟一 送去了一件很特殊的礼物 你们三兄弟啊 从小一起长大 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谢谢 最新的海棠花香 喜欢吗 好香啊 来 我给你涂上 等等 你觉得这里面哪个颜色最好看 这 这 这个 这 我觉得这每一个颜色都好看 只要是涂在你的脸上 就没有不好看的颜色 我跟你说 你有时候小脸红扑扑的 跟两颗苹果似的 特别可爱 拿好了 太好看了 真的吗 简直就是美极了 那我去看看 嗯 带工工程 去吧 萧北辰 你什么手艺啊你 好 好 好 林航姐 我怎么这么喜欢你呢 你更多好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爹的书又重新出版了 这次啊 多亏了风气 你知道吗 自从我爹改了星期 我每天都在数着日子伴他出来 等他老人家出来了 看到自己的书重新出版 一定很开心 好 睡吧 来 让我看看 你 你 你干什么 疼吗 疼吗 你昨晚去了温泉山庄 还不让吉祥告诉我 就是怕我担心 对吗 我不想说这些 李航靖 你显然是在乎我的 可为什么又不肯承认呢 我们能不能不要 在这边冷战下去了 三哥 你真的明白吗 你真的知道 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吗 是夫妻之间 最基本的信任 我希望 我的丈夫 不要有事情瞒着我 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 我最希望的就是 我们之间彼此没有欺瞒 坦诚相待 我知道 调送慕自证的事情 是我错了 我在这里给你道歉 你能原谅我吗 三哥 这件事情 以后我们都不要再提 三哥 你能不能答应我 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欺骗我 我肖北辰离世 从今以后 绝不会再骗我的妻子 林航靖 你 你笑了 那 我们 是不是就算和好了 和好了 和好了 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喜欢 你去见那个慕自证 三哥 我已经跟他都说清楚了 其实一直以来 我只当他是一个 普通朋友而已 但是三哥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 他也不用遭受 老公赢的那些苦 我们对他还是有亏欠的 就算是这样 我这仍然不希望你去见他 不光是他 天下所有陌生的男人 这都不应该去见 肖北辰 你真是个 小肚鸡肠的男人 你说我肖北辰 小肚鸡肠 嗯 小肚鸡肠 是一个人 你再说小肚鸡肠 小肚鸡肠 小肚鸡肠 还在说小肚鸡肠 手给我 要这一只 емся正power I 不要动 怎么了 你这要干嘛呀 I I I mail 不要动啊 我说你这到底要干嘛 秘密 还瞒着我 小棠 小棠 好 帮我洗下后背 再用力一点 我看啊 你一人过得倒挺滋润的 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都进来好一会儿了 怎么 我是你丈夫 我还不能进来 你 你出去 你这两天有想过我吗 没有 好吧 我 我 Zither Harp 杭姐 我想跟你道歉 我承认 当我看见你一无反顾地拦在我的面前 去保护她的时候 我愤怒 我嫉妒 可是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你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在你面前 变得像个意乱清明的傻子一样 三哥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是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 是我太有事无恐了 我没有想到 即使你再怎么坚强 也还是有脆弱的一面 三哥 我答应你 这辈子 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你不想让我去做的事情 我就不去做 谢谢你 你知道吗 我多想 一直这样安静地在你身边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离不弃 为什么 你明明答应过我 绝不再欺骗我 你明明知道 我等了我爹那么多年 我等了我爹那么多年 我爱你 但是我不知道 怎么原谅你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再和你生活下去 如果我们的相遇是个错误 那现在 就让这个错误结束吧 但愿我们余生 都不再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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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你啊 �니다 你没有 我问你 你还要 我问你 再不需要言语的承诺 但至少我曾经拥有过 笑容像一首歌沉醉了你我 孤身的我选择坠落 我晓得爱在黎明后重生 一地的伤怎么开出绚烂 记忆慌忙牵没了过往我的 萧副司令 你这是 跳舞 好啊 萧副司令 你真的是喝多了 好 该回去休息了 我等着你 等你想好主动来找我的那一天 你这 你这 给我添乱呢 恰不 光听你说话了 也就没看 那行 那有劳夫人 给我做碗莲子皮粥吧 行了 行了 你这总司令的手 我可是真不敢再劳驾了 你说我这忙活了半天 你一上来就给毁了一半 忙你的去 你不给我添乱 就算是帮我的忙了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 不像是在夸我呢 好不容易偷得复生半日前 回来想陪陪你 且过 你瞧瞧你 嫌我烦 嫌我烦是不是 你小挺点 好了 你这有半天的假 赶紧处理一下公务 我这还忙着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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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